2018年第二季度,美国经济实际同比增速为4.1%,创下了新高,且2018年上半年,美国经济总量也首次突破了10万亿美元,达到了11万亿美元。 而中国呢?一季度GDP同比实际增速为6.8%,二季度实际同比增速为6.7%,上半年合计为6.8%,且经济总量为418,961亿元人民币。 其中,单产最多为22万7576亿元,增长7.6%,其次是第二产业的16万9,299亿元,增长6.1%,而一产的增加值为2万2087亿元,同比增长3.2%,中国418,961亿元人民币的GDP。 这合成美元是多少呢?按照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汇率中间价数据显示,2018年一季度,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中间价位6.3632,较上年同期的6.8861,同比升值8.22%,二季度平均汇率6.3789,同比升值7.44%,而整个2018年上半年,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6.3711, 同比升值7.83%,所以,中国418,961亿元人民币的GDP,就相当于6.576万亿美元,约等于同期美国11万亿美元的65.02%, 小提示,去年人民币对美元平均汇率是6.7518,且去年上半年长期是6.8,到6.9元人民币才兑换1美元,而今年上半年长期是6.3,到6.4兑换1美元的。 所以,即便今年5月后,人民币有所贬值,但与去年同期相比,还是有7.83%的升值。 2018年中国和美国整体经济走势如何? 按照IMF的预测,中国2018和2019年的经济增速分别是6.6%,百分号和6.4%,并且认为中国有很强的经济实力,有灵活的交控措施,中国有足够的能力,应对贸易摩擦带来的负面影响,维持经济稳定发展。 而对美国的经济增长预测,IMF给出的是,今明亮年分别是2.9%和2.7%,虽然二季度美国经济实际增速高达4.1%,百分号,但不少机构分析认为,美国二季度的强劲经济增长势头不可持续,因此,业界并没有调高,美国2018年的增速预期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!